你真不要脸啊你 沐婉青 你个小贱人 你真把自己当姓沐的事吧 在舞会上你抢尽我风头 还说自己是光耀哥哥的未婚妻 你真不要脸啊你 我是光耀哥为长兄 因为事情突然我才说我是她的未婚妻 这次算我唐妥 我不和你计较 但要是再有下次 我必双倍奉唤 我现在要祭拜我的母亲 请你出去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让我出去 我妈是看你可怜 才给你一个房间住 你真把自己当沐家大小姐啊 我要是当不了沐家的大小姐 你一个丫鬟的私生女就可以吗 你 姐妹两个 这是做什么呀 拉拉扯扯的 婉婷妹妹说 想要祭拜一下母亲 我说不必多礼 就拉扯了一下 婉婷真是长大了 总是吧 作为后辈 祭拜一下也是应该的 是呀 夫妻说得是 婉婷妹妹 那就请吧 婉婷 是呀 老爷 婉婷是应该拜 不光婉婷要拜 愚情愚礼 我也要拜一下萧夫人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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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吗 一家人在一起 就应该和和气气的 是啊 老爷 从今以后 我对婉清 要像亲生女儿一样疼爱 婉婷啊 以后要跟姐姐好好相处 好好疼姐姐 婉清啊 今天你也累了 早点休息吧 听到了吧 我和妈妈以后 会好好疼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